战友们大家好 今天庭审的结果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 然后有很多战友都很失望 当然我们也都很失望 但是这个正常 但是这个也确实不在咱的意料之外 因为在双方矩阵结束之后 进入最终总结 还有评议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做节目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在试图往回拉 因为什么呢 过程是过程结果是结果 因为我们面临的 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世界 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一个普通的 纯粹是法律司法上的这样的一个庭审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政治案件 最开始的时候咱就说了 政治案件政治解决对吧 所以说今天有这个结果不意外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灭共 只要共产党没灭 咱一天都没完 一天都没完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依然是继续做我们能做的事情 擦亮我们的武器继续战斗 而文贵先生这边 他依然还会有司法程序可以走 对吧 包括29号动议 包括后面的上诉 包括法官讲到他的最后的量刑 应该是量刑 因为有动议的时间 8月份 检方答复的时间 好像有个9还是10月份 我现在我没记那个时间 回头我要问一下 这个文贵战友他记了 然后最后法庭要定罪的时间 会有一个时间对吧 这之后完了之后我们要上诉 上诉大概肯定应该是在11月份之后的事情了 那么那个时候 这个总统大选已经结束 然后新的国会产生 到那一天 我觉得才是七哥 我觉得才是到那个时候 才是咱这个案子水落石出的时候 那么七哥之前讲到说 一切才是刚刚开始 对吧 这才拿到哪 我觉得很多战友虽然失望 但是不要失去信心 我们灭共 我们是跟随七哥 我们是奔着灭共的信仰来的 如果路上没有遇到这些困难 没有遇到这种过山车 那你妈的共产党就灭了 那你妈的你你能信吗 是吧 所以说哎呀 我不好意思又说脏话了 今天还有有人提醒我不要说脏话 因为还有好多小朋友在看 我之前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以后要注意注意 好吧 今天这个庭审结束后 我们大家迅速调整心态 调整心态 然后迈入下一个灭共的章节 好吧 今天先到这 我们不定时给大家更新 OK 然后今天很多战友有流 对很多战友有流眼泪 但是流完之后大家眼神都更加坚定 更加坚定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的情绪上不能接受 但是我们的信仰不会动摇 OK 我们下期再见